1. 识订阅 还有感受我的父亲人李小强师姐 我是今年4月份去北京学的 学了以后收莫粉芽很赞 我学完以后我月1号回来了 然后我就给家人一条 时间给家人一条 5月3号的时候我就遇到一个老流的病人 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 我不认识他 一个朋友见到的 他家里很困难没有钱只聊 他说钩手机要十九万没有钱 然后他让我帮他调 当时我去的时候老师说 你还去给肿瘤给他调 你什么都不会 我说不怕了 老师说机会来了 然后我去给他调的时候 他感觉非常的好 我从五月份到现在 中途有差不多一个月没给他调 因为有时候出去学习嘛 我刚刚见他的时候 他要用管道 然后他头眼歪斜 要戴口罩出门的 说去也只找不到他这个人 或者他的管道 现在他走出去看不出来 终于就不像一个病人了 人都觉得很惊奇 他以前认识的很多人都以为他一直走了 看着他都觉得很惊奇 最后呢 没帮你一个什么要帮你一个的 然后就有很多人来找我 我现在常过就是专职在做这个 因为我以前就很严重的景色 这几年没有上班 就一直从五月份到现在 每天要给病人调 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调七八个小时 我跟我弟兄两个人一起去北京学 我们两个差不多都这样 有给癌症病人调过 我们调的时候他确实他的癌细胞没有扩散 他是院检查的 然后我爸爸心脏病 高血压 高血痴 今天他也来了我爸妈妈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给我交人好 让他自己过来这边学 还有一个追悼的时候就是我老公 他送接十一三年检查的时候 左边没有 右边是1.2乘以1.1 然后去年检查的时候 左边有0.3乘以1.3的 右边是1.9乘以1.2的 今天就是来这里之前 检查的时候 左边没有了 右边就更小了 1.2 他调误的时候他没有痛苦 他不想去医院去试试 他修过2次 医院去不2次 因为他长得那个 甚至那个 我不知道有从话怎么说 他长得那个白症的地方 把不下来 然后我们给他调查的时候 他不感觉他的腰有点胀胀的 他自己化掉了都不知道 我老公 然后有个意外的收获 我老公以前是蠻疼白花 现在头发也白了 也变黑了很多 他咳嗽都没有 一场地球了 你觉得我肉丁了 他也来了 完了他就来了 谢谢 他以前一想感冒 一车就感冒 一感冒的时候他就咳嗽 有时候一个月都好不了 现在给他调完以后 他也不感冒了 很长 然后也不咳嗽了 然后头发也变黑了 这个非常感冒 长沙 我自己的帮我 我以前有非常严重的警罪病 就是严重的时候 你走路都走路 你感冒 出去一吹风就头疼 因为我第一天就 学长诗学的时候 我就受益了 我第一天的时候 不是开了七号学吗 我第一天去北京的时候 然后去了长沙 我一吹风就要头疼 要感冒的 去了长沙以后 到我们学习的地方 我已经整个人都是 要崩溃了 头疼 然后腿也软 酸疼 就感冒的那种 然后开了学以后 老师就说 你今天晚上在 舒服就摸了你 然后我完成的时候 我就一个手 七号学一位 一个手摸着头 然后当你醒过来 那个时候 一个手 七号学一位 一个手 那个小腿酸症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起来 什么时候都没有了 完全好了 以前我一感冒的话 就基本上起不了床 头疼 起不了床 那小姐总的话 最早要在新西产人好 还要吃药 现在我们家 你们感冒药药都没有了 我要吃了 一步生活就让我摸一摸 还有一起把我们两个人去学的 你们两个一摸一摸就好了 我是在颈椎面也好 你们看我像年轻的颈椎病人了 我的颈椎病人 我特别摸到颈椎血管筋囊 不能吹风 不能生气 也不能少睡觉 少睡半个小时都不行 必须要休息好 然后我就是晚上的时候 每天晚上我睡觉 一个手七号学一位 一个手摸着颈椎 就这样子 我的颈椎就好了 现在没什么问题了 错 错 白头会也坐那儿啊 白头会也坐那儿啊 白头会的话 要调剩 两个剩 还有这个剩位 四号系你们还现在还没有拍吗 三个剩位 然后还要调两个肺 五号系尾还有七号系尾 感恩问老师 感恩尝试学 真的我在家里面都来学了 希望以后我有机会 可以在家里开一个家庭调谱站 给更多人照顾 谢谢